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之厦门系列报道 今天我们去云当湖畔 感受别样的云当夜色 里让斑马县 我闻名嘉义芬 海舱区 在斑马县里让方面推行新做法 稍后也来关注 还有两名男子在出租房里面 召集老乡聚众赌博 从中抽水牟利 近日这两名男子因赌博罪被判刑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记者从我是多家医院了解到 进入八月份以来 医院门诊接诊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数量 是持续保持高位 其中因为上呼吸道感染 引起的发热患者数量 和往年同期相比增加明显 上午9点左右 在试儿童医院二楼的门诊后诊大厅 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排队准备就诊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由于学校幼儿园放假和暑期出行增多 这个月医院的门级诊量 每天保持在1300人次左右 和7月份相比明显减少 但是就诊人群中近八成是相关 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比例明显升高 那主要疾病还是上呼吸道感染 急性胃肠炎 7月份比较多发的手足口病 水痘等传染病也有所下降 同样记者从厦门中医院 多数非常多 花热的病人差不多占到总数的差不多有80%左右 也就是说一天接诊就诊的这个病人数 差不多到500来个有400个左右 都有跟有花热的症状 近期香港流感呈高发状态 截至目前死亡患者已经超过300名 而从我是多家医院的门诊情况来看 我是没有出现流感患者数量明显增多的情况 在医院接诊的流感患者中 老年患者的占比仍然较大 医生提醒 像是5岁以下的儿童 即患有糖尿病 慢阻肺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老人 一旦感染流感容易诱发肺炎神经系统的损伤 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预防 医生介绍说 流感病毒不耐热 近期我是炎热高温 流感病毒不予生存 而在密闭的空调房间里 流感病毒则非常活跃 再加上开空调后室内外温差大 骤冷骤热 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容易出现紊乱 抵抗力有所下降 因此更容易受到流感的侵袭 针对这个流感主要 关键还是一些对症出力 第一就是通风透气 勤洗手 能源密集的地方不要去 出现流感之后 主要去说 如果是温度不是很高 症状不是很重 就像我刚才讲 还是在家卧船 然后多通风 还有一点多喝水 对 然后不要空调房间待太久 对 如果是症状比较重 我们还是建立到医院来就诊 会比较好 记者肖欣高志强 同学院陈淑军 李奇兵报道 随着厦门城市 灾后重建提升的持续发力 现在无论是大景观 还是小景致 市民都能感受到身边 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近日有经过延误路的市民 就能看到 道路中间架势了一段隔离护栏 这个护栏跟市区常见的护栏 有一些不同 究竟不同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 在延武路与大学路交叉路口前 记者看到了这种新式隔离护栏 它架设的长度大约200多米 从大学路路口延伸至延武大桥桥头 和平时常见的护栏相比 这种新护栏是白色的 个头看起来更加小巧精致 高度大约在三四十厘米 还不及旁边驶过车辆的车轮一般高 在采访中 多数市民都认为 这种护栏看着挺舒服协调的 比较矮一点吧 感觉上整体美观上会好一点 还有一个它颜色上 跟地面的那些白色那些线条 是比较协调的 感觉都比较好一点 那有的人还不会过路什么东西 都乱窜中间过去的 这样是比较安全一点 不过一些市民也对隔离护栏的功能有所质疑 特别是这一带车流人流密集 这种矮小的护栏 怕是阻隔不了 想要横穿马路的行人 有一些市民则对此并不担心 认为护栏起到一定隔离和示意作用就可以 会不会横穿马路 还是要靠大家守规矩 好像就是没有高的更安全吧 感觉如果是高的话 肯定也会更好 但是这样子应该也可以的 我觉得高跟矮 我觉得关系不是很大 因为高的话 它只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而已吧 现在厦门的行人很文明了 不是吗 都大家走人行道啊 有绿灯才通过 很少去跨这个护栏的 记者了解到 这是市公路部门8月初 在延武路上试点安装的隔离护栏 也算是目前市区道路中央 最矮的隔离护栏了 相关负责人表示 隔离护栏的颜色 样式高度 主要依据周边接近和功能作用等来综合选择 在延武路上选用这种白色矮护栏 一方面颜色与周边道路相协调 另一方面 这条路上没有绿化隔离带 护栏主要能起到隔离车辆的作用 主要起到一个隔离车辆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延武路两侧临行道 加装一米二的高护栏 也是白色的 这起到隔离行人的作用 记者小慧吴国豪报道 曾几何时 云当雨火 星星点点 时代在变迁 当初零星的雨火 已经变成了现在的万家灯火 最近夜景照明工程正在提升 每当夜幕降临 云当的湖水就会倒映着这座城市 把这座城市的美 从另外一个角度 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今天的夜之厦门系列报道 我们就一起感受云当夜色 夜幕降临 云当湖畔一座座高楼 被撒上了一层金色 伴随着湖面倒影 整个云当湖 也融入在了这一片金黄之中 日落月升 一轮明月在楼宇之间探出身影 云当湖南岸 婀娜的白露女神 正欣赏着夜色云当 用灯光绘制出的白露 也被女神所吸引 正展翅飞来 一旁的凯宾司机酒店 在灯光线条的勾勒下 仿佛一艘帆船 在楼宇之间扬帆起航 云当湖北岸 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 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时尚与活力 远处被一盏盏星光点亮的湖尾山 与之交相呼应 伴随着夜景提升 不少在云当湖畔散步运动的市民 也放慢了脚步欣赏美景 更有一些摄影爱好者 专程赶来 拿起相机 驻足于每一个角度 倒影非常美 我纯粹就是喜欢这一个光线吧 以前大概是楼顶 那边有比较简单的一个框架吧 那现在它的这个灯光是 从底下往上打出来 还有就是 我觉得它更柔和了 立体感更强 看到这个夜景觉得心情会很好 每天只要工作回来很累 一天走完回来 基本这种压力 跟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就整个就放松下来 不论是南岸还是北岸 如今的云当湖 已经被光影所环绕 夜幕降临 不少在云当湖畔散步的人们 都会拿出手机拍上一张照片 不过想要将云当湖的夜色 尽收眼底 你还真得去几个最佳观测点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几个建筑 比较并排的比较整齐一点 然后他们的建筑 虽然说是那个风格不同 但是我们就是说 主要是表达它建筑的结构 主要就是让它形成风格 统一的那一种形态 在往那边它就是以住宅为主 住宅呢 我们主要就是想表现一下 建筑的那个顶部 就是立面上尽量少安装灯具 也是形成一种天际线的感觉 站在湖滨中路南桥 向云当湖南岸望去 中山医院 白鹿洲大酒店等建筑主体 被暖白色灯光所点亮 屋顶偏冷色调的光影 将高楼与天空 更有层次的风格开来 在云当湖南岸向北岸望去 近处霓虹闪烁的建筑 与远处层叠的湖尾山融为一体 错落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现在呢咱们主要是往那边看 可以看到云当湖南岸 还有云当湖北岸整体的一个效果 基本上整体呢都会可以尽收原地 如果拍照的话 这个地方选择还是不错的 这个地方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说闽南大酒店的顶上 和那个消防支队的顶上 都是一些三角结构的 我们也有说用同一种手法 来将它们细节表现出来 就是形成南北岸的呼应 像钻石一样 保护生态 回归自然 是云当湖所承载的理念 在此基础上 为了不打扰白鹿的生活 湖心岛白鹿保护区域 没有进行夜景施工 远远望去 小岛的剪影就像是画卷中的留白 讲述着有关白鹿的故事 也诉说着每个人心中的那片 云当雨火 好 继续来关注里让斑马县 我为文明加一分的哄 海仓区文明里让斑马县的这个倡议 从今年五月份就开始启动了 相关的宣导活动 也都在陆续的开展 而且斑马县里让的硬件配套 也在积极推行中 有的这个配套设施 还是全是首创 接下来呢 就去海仓的斑马县看一看 它们都有哪些新的做法 还有措施 在海仓地税十字路口 四条斑马县两侧都安装了一套 行人过街语音提示系统 红绿灯转换时就会自动发出语音提醒 如果是绿灯 语音则提示通过 而如果是红灯 则发出禁止通行的提醒 一旦行人闯红灯 系统也会自动发出闯红灯的警示声 这个好处很多 为什么 有时候跑步跑得懵懵的 没注意看的话 那就是不知道 提示一下肯定会好一点 与厦门岛内六个路口 已经安装的行人闯红灯 语音警示系统相比 海仓地税十字路口的 这套语音提示系统 多了红绿灯切换时的语音提醒 而且提示音也会更响一些 我觉得有语音提示 还是特别是一些老人家 还有一些小孩 可能眼神不够好 或者是说听力有问题的 这些可能会有相对的好一点 而在海仓冰湖北路 儿童公园附近的这条斑马线旁 还装有行人过街警示系统 这也是我是首套行人过街警示系统 在斑马线旁的路面上 共设置了七盏地面灯 当行人通过斑马线时 这些地面灯就会闪烁起来 对途经的车辆发出警示 提醒驾驶员减速文明礼让行人 当行人通过斑马线后 这些地面灯便停止闪烁 特别是在雨天夜间等环境下 这套系统的警示效果更为明显 远远的看得到会有那个光线 这样子点点点的跳好像 就是说提醒人 特别是开车的他 远远的他就知道说 这边是斑马线 然后让他司机减速嘛 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跟儿童公园附近的这条斑马线一样 人流量较大的海仓阿罗海城市广场 正门口的这条斑马线 也安装了一套行人过街警示系统 另外 记者从海仓交警大队了解到 在早晚交通高峰期 宾湖北路海富路口 宾湖路 宾湖北路路口等流量较大的路口 都有文明志愿者 义务交警队 对行人飞机动车闯红灯 行人不走人行横道 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 接下来 海仓交警大队 还计划在北师大富小门口 苍林东三路天心岛小学门口 海仓阿罗海城市广场附近 等五处位置 安装 在这次活动中 我们也联合市交警支队 开设了斑马线不离让 曝光台对违法不离让的行为 进行曝光 中文字幕提供 不少网友也给我们发来留言 说最近走在马路上 感觉这个礼让斑马线的行为呢 确实越来越多了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留言 看到过好几次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有的司机会停车礼让 然后路人会对司机 竖起这个大拇指 好 接着 最近经常能看到 公交车礼让过半马线的行人 要坚持下去啊 还有上次开车路过一个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停车让行了一对父子 过了路口以后呢 父亲特地给我点了个赞 当下心里是暖暖的 下一节还将看到 三辆集装箱货车追尾 一名司机被困 消防部门紧急处置 欢迎回来 师傅考评人员 在上周的走访中发现 瑞景商业广场的绿地 存在较多的管理问题 师傅寻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 瑞景商业广场前绿地 不仅披临主干道 也是商业区 人流往来密集的场所 这处临接绿地乍一看 效果不错 但禁不起细桥 杂草清除不及时 休闲座椅年久失修 休闲区杂物处置随意 草坪灯大量破损 透水砖地面下陷凹凸不平 果皮箱锈石倾倒 树坛破损失修 节水沟长期未清理 正中心绿化带黄土裸露 并污染周边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商业区的环境 乃至主干道接融 均造成了明显影响 尤其突出的是绿地的保洁问题 在绿地当中 绿离上下草坪中 花坛时周边 我们随处可见 垃圾甚至是杂物碎石滞留的现象 走访过程中不见有保洁人员在港 考民员希望 这一敏感地带的绿地管养问题 能够引起属地管理部门的重视 督促绿地责任单位 市绿化管理中心 和瑞景商业广场方面 共同将这一区域的日常管理 落到实处 记者刘欧华报道 今天清晨5点20分左右 在海湘大道吉美段 三辆集装箱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事故导致最后一辆集装箱货车的驾驶员 被困在驾驶室里面 接到报警后 姓林消防中队马上赶赴现场 营救被困司机 事故发生在一处红绿灯前 三辆集装箱货车停在执行车道上 其中最后这辆集装箱货车的车头 陷进了前方集装箱货车的尾部 车头损毁严重 两侧的车门也都无法打开 不过当消防官兵爬上驾驶室观察后发现 驾驶位上却没有人员 原来事故发生后 驾驶员已经离开的驾驶位 躺在驾驶位后方的小卧铺上 因为腿部受伤 车门又无法打开 一直无法出来 消防官兵用液压工具 把驾驶位移侧的车门破拆开 但是由于车内的仪表台严重移位 整个方向盘几乎顶在座椅上 从这一侧无法把受伤的司机抬出 在仔细观察驾驶室后 消防官兵决定 把驾驶室后方的窗户玻璃敲破 之后一名消防战士进入驾驶室 两名战士在车头后方接应 齐力把受伤的驾驶员转移出来 守候在一旁的120医护人员 马上把获救的驾驶员送往医院救治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两名男子在出租房里面召集老乡 聚众赌博 从中抽水牟利 近日极美法院对这起案件 作出一审判决 两名男子因为赌博罪被判了刑 被告人张某和张某飞是重庆老乡 去年10月29号晚 被告人张某在姓林宁海三里的一处出租房中 召集了多名老乡来玩牌 另一名被告人张某飞则在张某的指示下 为参赌人员发牌 并且从赌资中按比例抽水 以此牟利 当晚9点多 民警冲击了张某的赞助处 当场抓获了被告人张某张某飞等参赌人员 现场民警供缴获赌资12万多元 吉美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参赌人员证实 两名被告人确实是第一次 在赞助处召集大家赌博 但因为两名被告人有从中抽头余力 并且涉案的赌资数额达到12万多元 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赌博罪 鉴于两名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诉 具有坦白情节 法院一审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 张某飞有期徒刑十个月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一段广告稍后是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机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6 空气质量为2 首要污染物是PM10 最近一位插画师创作的几十张 动图风靡网络 这些动图的原型是中外经典的名画 还有电影 但是其中的人物都变成了国宝大熊猫 节目临近尾声 我们来欣赏一下 深圳的一位插画师阿龙 最近在微博上发布了几十张 和熊猫有关的动图 这些动图把中外经典的画作 和电影中的人物都换成了熊猫 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作者阿龙表示 他很喜欢熊猫 他想将熊猫结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我们来欣赏其中几幅 这些熊猫走进了中国名画 比如著名的韩西仔夜宴图 变成了熊猫夜宴图 来自敦煌的反弹琵琶图中的乐师 也变成了熊猫 熊猫们还闯入了世界名画 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 呐喊 最后的晚餐 甚至熊猫变身中外经典电影中的角色 比如哈利波特中 骑着扫帚的巫师 阿甘正传中坐在长椅上的阿甘 卧虎藏龙中立在竹子上的剑客 星球大战里挥舞着光剑的绝地武士 看了这些以熊猫为主角的作品 你是不是觉得又对熊猫多了几分喜爱呢 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良 会受到臭氧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熊广场的全部内容 369名海思沿县国家华侨华人学生 获得了陈家庚奖学金 即将来下开启求学深造之旅 那么创设这项奖学金有什么意义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来详细了解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